最近中国国内的媒体曝光 中国大陆电子巨头华为的终端业务 今年发现了上亿元的受贿个案 牵出了116名员工涉嫌腐败 尽管有个别媒体在事后所谓的劈了一下谣 但是中共官媒这一次不但转载华为腐败的报道 又发出评论文章 声称民营企业的反腐需要外部来规范 华为据称有着军队和国安的背景 那么这次爆出上亿元的受贿个案 到底只是公司例行的自查反腐 还是中共高层要打老虎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分析报道 据大陆第一财经和财新网9月9号报道 9月初华为首次召开经销商的反腐大会 通告最近的反腐情况 截至8月16号华为已查实 内部有116名员工涉嫌腐败 涉及69家经销商 其中4名员工已被移交司法处理 华为内部人士以历任多人多家团伙 来形容华为反腐面临的严峻形势 而华为的终端业务 今年发现的上亿元受贿个案 则是这个反腐的导火线 报道出来后 各大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 中国广播网出来碧瑶说 这些数据属于公司机密 没有公布出去 报道不实 不过官媒新华网不但转载了第一财经的报道 在碧瑶文章出来后 新华网还发表了评论文章 称华为的反腐再一次敲响了民营企业反腐的警钟 文章还引述司法机关的话说 当前的反腐反商业贿赂机制应进一步完善 现行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 应该向民营企业铺开 华为是有15万员工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 董事长孙雅芳以前在国安部做通信工作 总裁 也是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曾经是中共军队信息工程学院的副主任 负责电信研究 任正非在创立华为前已经是中共人大代表 不过根据华为披露的财务报表 任正非只占公司股权的1.4% 网上有文章透露 华为的归属问题长期以来是一个神秘的话题 华为控股工会委员会所持有的99%法人股 利益上如何分配 其真相记载在华为控股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章程条款中 即便是华为的高级副总裁们 也从没见过这份神秘的文件 文章作者还说 华为没有大人物控股罩着 不可能发展起来 而在企业遇到危机时 替华为充当炮灰的 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员工 不过时政评论员李山剑认为 华为反腐背后还涉及更高层的问题 据真实的江泽民一书记载 华为曾参与江绵恒所主持的金顿工程 文章称 1999年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后 江绵恒用来封锁互联网的金顿工程 前期投资就达8亿美元 日前美国电信营运商T-Mobile 在美国法庭指控华为员工 窃取了该公司一款名为 Type的手机测试机器人的软体 技术参数及其他机密信息 华为发言人表示 已经意识到两位公司员工的不正当行为 并给予当事人开除的处罚 澳大利亚 印度 英国 已经禁止华为对某些国有合同进行竞标 从2011年开始 美国政府多次指控华为借助政府支持 国防工业和窃取其他公司的技术 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 而且华为还有曾向萨达姆海山 伊朗 塔利班提供服务的长期历史 指控还说 华为在其设备或软体中 留下可以侵入美国电信系统的后门 危及到美国的国防与经济安全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因此警告美国电信公司 不要采购华为的设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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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